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也是他在伦敦的短暂停留中最艰苦的时间 不过也因为一对神秘的双胞胎 他第一次欣赏推理艺术 他继续在斯托尼赫斯特接受教育 后来回到苏格兰 并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 道尔担任了一阵子的传医 前往北极圈与非洲探险了一圈 然后定居英格兰的狐狸茅斯与波兹茅斯 为什么他一次定居两个地方 放弃了他的医疗职业而成为作家 同时也是一个晏云足球俱乐部的守门员 他最终搬到了伦敦的上温波街 在那里开始他开始创作一系列的阮尼侦探主角推理小说 道尔对于灵魂论越来越有兴趣 可能是因为在他停留伦敦期间 神奇赛德斯亥人听闻了谋杀事件 并在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 加入了知名的优魂设 对了 另外他还认为妖精存在 我伦敦设的地点都解开 可是我们又没有去那里了 很莫名耶 等我让误解他那我们再看 这边是六等区耶 超高等的 这个是刚刚的啤酒吧 崔凡纳 上温的啤酒碧记 凡能从此桶到出啤酒者 即为英国的天命之王 蛤 说起来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就能马上 把这种搞笑产品的酿造者 依判国罪退出去斩了 接下来发生了继承内战 以及大量爆发的食物中毒的危机 一定会让我们进入反乌托邦时代 借此让1980年代 英国漫画的作者欢愉不已 的确是冠冕越来越多 冠冕越多美得越深 当然我也不 我才不会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你本来就该非常了解这是什么意思 本来说明没据说明 我是冠冕越多美得越厌 这种被冠冕越上 年纪越来越来越空 自广越来越获地 是这种複颜地